Hello 大家好 很感謝WX Squared 再次給我一個機會 在這個頻道跟大家分享 我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叫Ophelia 是一個跑步愛好者 過去十年我都跑過不少的 十公里 半馬 而在疫情期間我繼續跟教練練跑 我除了運動之外 我對營養都有興趣的 我都會專業在營養方面 對運動有什麼幫助 這次跟大家講的題目就叫 跑步不只靠雙腳 跑步是一個全身的負重運動 日本知名的馬拉松教練 金哲賢在他的著作中也提到 跑步時的衝擊力是體重三倍以上的 如果只靠腿部肌肉去支撐整個衝擊力 其實難度都很大和挺辛苦的 除了說跑步腿部用力 身體上還有什麼地方會用法力呢 就是核心 核心就是the core 位置 主要是保持我們的區塊穩定 令我們下次的法力 創造良好條件 腹肌有固定身體重心的功能 如果腹肌的力量不夠的話 身體就會搖來搖去 另外就是寬部法力 就是我們的盆龜子 幫我們抬腿向前邁進 腹肌是利用骨盆 幫我們的腿往前伸展時用到的 臀部法力 臀部又稱為臀肌 又稱為跑步的發動肌 臀肌在著地時 除了支撐身體以外 幫我們著地之後 有身體前進的推動力 我們全身的力量是否足夠呢 以這個不完全統計 有80%的跑者 都是有臀部腹部肌群的力量薄弱的問題 其實我自己也有些問題 因為經過教練提示才知道 我說臀部肌肉是無力的 我才發現到的 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歷過 跑得又不得能夠持久 跑得慢、膝蓋痛、困擾 對於大部分跑者來說 膝關節受傷的原因 不只是因為膝關節問題 而是由於某個地方的肌肉力量薄弱 跑步的時候 那個地方應該承受的力量 被傳導到膝關節 甚至到腳眼的關節 這個肌肉薄弱 就是有一個轉移地方代上的情況出現了 好了 肌肉的力量不足夠 會有什麼情況出現呢 好像臀部這樣計 臀部肌肉的肌肉不夠呢 臀部和我們的盤歸位置的肌肉群 就是一個共同努力去工作 讓我們身體走動的時候保持平衡 以及能夠直撈和跑動 如果我們臀部肌肉不夠強壯的時候 運動時所需的力量 就會從腿部其他地方來做代上 所以我的腿部的運動傷害的根源 其實就是來自我們不夠強壯的肌肉所造成的 而我們現代人所做的生活模式 就是坐得多的情況 導致我們的臀部肌肉用得比較少 而且我們的肌肉 臀部肌肉群就變得越來越薄弱 甚至要動動的記憶都已經喪失了 所以不理會從事什麼運動 我們都需要做一個臀部的訓練 令我們強壯回去 如果我們的臀部控制得不好的話 運動不好的話 我們經常會有膝關節痛 和背部的痛楚 至於核心方面 核心就是幫我們穩定的驅桿 跑步的時候就可以維持好的姿勢 但如果核心不穩定的時候 跑步的時候就會成員產生代謝的動力 代謝的動力作 主要就是因為應該要工作的肌肉 就沒有好好工作了 就換了其他肌肉去做事 用了不正確的姿勢去輔助 一開始就沒有什麼 因為覺得不是有大問題 但是長久了之後就會發現自己的肌肉很繃緊 跑步的時候就覺得很累 甚至會受傷 因為對於跑步來說 鍛鍊好的核心是很重要的 因為一旦肌肉的控制力量好 我們就不會那麼容易受傷 跑步的時候更加會輕鬆 所以我們需要做一些肌肉鍛鍊 幫我們考得快一點 還有沒有臉受傷 第一個我會介紹做一個後攻步 就是站在那裡 然後雙手站在那裡 雙手擦在那裡 雙手擦在那裡 然後雙手擦在那裡 其他腳就向後踏一步 然後慢慢蹲下 蹲下的時候 雙腳呈了90度 就是這樣做的 做的時候就要提起你腳的膝蓋 前面的膝蓋的膝蓋 不要過腳尖 而後腳的… 雙手擦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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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要向內側了下去 姿勢也不正確 做的時候要重複30秒 這就是鍛鍊四頭肌 臀部和腹部肌肉的 還可以訓練我們的平衡力 另一個就是平板 或者叫彭色的 這個可能初初做 就要辛苦一點 不過練習多一點都可以做到的 這個就是雙手撐著地下 手肘撐著地下 和肩膀也不太闊 後腳也是撐起來了 所以腳尖撐起來了一腳 撐起來之後 它維持背部和臀部 是唯一直線的 臀部和腹部用力收緊 肩甲骨用力去夾緊 肩甲骨 自己就不會掉下來 而做的時候 留意肚子方面 就不要摸下去了 而臀部就不要凸出來 其實我們身體 要維持一個棒的直線 維持最少30秒 如果可以的話 就維持久一點 那就更加好了 這個就是練習的複直肌和複邪肌 好 第三個動作 我會介紹一個原地爬山 就是雙手撐起身 後腳尖撐起腳 撐起身後 手的闊度和肩膀差不多差不多 現在輪流直左右 膝蓋向前 向前推到空部位置 左右 左右輪流 重複到30秒至1分鐘 這就是訓練對核心肌群 加強到區幹的穩定 第四項動作 我會介紹大家做一個超韻式 超韻式是整個人趴在地上 面向地上 雙手四肢就伸直放在地上 雙手四肢和雙腳 都向上拉 雙手四肢便向上拉 雙手四肢和肩部的闊度差不多 而雙手四肢便向上拉扯 慢慢吸氣之後就放下來,重複八至十下,一次可以做三組 注意到腹部和屯部收緊,不要鬆肩,也不需要抬高的手臺, 要維持到腹部和屯部收緊,這個就是下背核心肌群, 接著就做一個橋式,橋式是躺在地上,面向天,雙腳屈膝, 屈膝的雙腳大概和膝蓋相近的闊度就可以了, 屈膝的腳大概是九十度,雙手就放在身體兩側, 還要收向下,慢慢呼氣的同時, 用腳撐在地上的力量,將臀部向上提升, 臀部和屯部收緊,會維持到胸臀膝蓋一直直線, 提醒一下,我們的胸臀收緊時, 我們維持直線時,肚腩就不會凸出來了, 這個動作就不適合,慢慢吸氣的時候, 臀部慢慢放下來, 那時候就不會爬到身體,慢慢逐步地下, 背部和腿部慢慢放回身體, 那時候就會比較舒服, 不會爬到身體就會比較痛, 重複八至十下,可以做三組, 這個就是下背的核心肌群, 做一個進階版, 剛才做一個橋式, 就是單腳橋式, 好,就撐在一腳裡面, 其中一隻腳就伸直, 伸直向上, 仍然維持肩頸, 背部, 臀部都可以一直直線, 用曲塞的腳去撐在地上, 然後就維持幾秒呼吸, 可以每一隻腳做, 輪流一隻腳做, 兩次,三次,十五次, 這個也是練下背部, 寬屈肌和屯肌的訓練, 然後會介紹一個側臺腿的動作, 打側躺在身上, 雙腳跌起來, 一隻手就撐著頭, 另一隻手就放在臀部附近, 幫助身體平衡, 向天花板, 抬高十五至三十左右, 就維持三秒, 抬高的腳時, 下下的腳仍然是離地的, 做這些動作時, 就不要閉氣, 抬起腳的速度要慢慢放, 這是一個鍛鍊肌耐力, 每次十次左右, 就可以做三至五組, 鍛鍊搬屈肌, 屯肌肌和複斜肌肌, 最後一動作要介紹, 大家做深蹲, 深蹲時, 雙腳和肩膀差不多闊度, 雙臂伸直, 腳尖向外張開少許, 上身挺直, 將自己的臀部慢慢坐下來, 就像坐下一樣, 坐下時, 大腿和地上要平衡, 重心放在腳尖, 而不是在腳尖, 而是在腳尖, 在腳尖和膝頭方面, 膝頭骨不應該過了腳尖, 要留意這些東西, 可以慢慢動作回原位置, 再上下做法, 這是鍛鍊的臀部肌肉, 大家要注意的地方就是這些, 在Mini Talk就不能在現場, 仔細和大家看下大家動作, 希望接下來我們有些workshop的時候,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鍛鍊肌肉, 接著就有些活動推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生命密碼, 從自己出生日期的數字, 去了解自己的性格, 改善的弱點, 從而加深認識家人和朋友, 促進去溝通過, 這個這麼有趣的生命密碼初炮, 就會在未來的11月4日晚上7時半舉行, 另外, 有50年歷史的HP, 簽體增肌動方, 就會在未來的11月11日, 一年四星期的晚上舉行, 就會講教就是飲飲食食, 用食物配搭的模式, 在生活習慣和營養補充品方面, 去改善身體健康的問題, 好像三高糖尿這樣的問題, 都可以改善到的, 學一套終生維持的技巧, 就是終生受勇的, 那麼, W Square和聯營機革Empower, 已經有300多條影片了, 裡面有講營養的, 有講運動的, 也有講美育, 也有講飲飲食食的,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scan兩個QR code, 然後看看自己想看的影片, 好了, 今天分享就這麼多了, 有機會再和大家見面吧, 拜拜!